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极简实习生 我是Dan 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内容呢 跟极简可能有一点点没有这么直接的关系 但是呢我想要跟你分享的是 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Podcast 不晓得你有沒有听过Podcast 但是其实呢我的节目就是一个Podcast的性质的节目 但是我们就把这个节目呢 再转成这个影片上传到YouTube 来触及更多不同的听众收听的一个族群 那其实我原始在做的东西呢 其实就是一个Podcast的节目 那最近其实有很多Podcast节目呢 被广泛的在社群媒体上面做讨论 变成大家讨论的一些话题 那么不管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些节目 像是百灵果 像是骨癌 或者是像玛丽欧品里喝一杯 等等这些蛮知名的这种Podcast的节目 但是呢这些Podcast的节目呢 已经从这种比较小众的平台呢 慢慢的将它的影响力 扩及到更主流的这个社群媒体上面了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 什么是Podcast 然后Podcast它跟传统的广播节目有什么不同 还有什么样子的优点 那最后我也跟各位分享 通常呢我们都会怎么收听Podcast 如果你是刚接触或是没有听过的朋友 我想这一集会对你很有帮助 其实我个人认为2020年呢是Podcast在台湾 蓬勃发展的一年 其中我从这个数位时代的这个电子报上面 有看到一则报道 在今年6月17号 他们有一篇文章写到说 从今年的2月以来 Google Trend上面可以看到 Podcast作为关键字的这个搜寻量呢 在台湾上升了50%喔 然后呢台湾最大的这个录音设备代理商呢 郑成集团表示 今年的1月到5月Podcast的相关设备产品销售同比成长了10倍 另外像是百灵果 古牌这些比较知名的Podcast的节目呢 诶他们在这个过去几个月来啊 广告价位也翻了20几倍 所以其实这个量是非常的大的喔 这些数字呢分别都显示出了 不管是听众或者是内容的创作者 还有广告组都已经开始积极的投入台湾的Podcast的市场了喔 而Podcast的兴起其实有了另一层重要的意义就是 我们人们呢已经渐渐的慢慢在开发第二主义力 好那跟大家聊完呢 跟Podcast有关的这个趋势的发展 也说明了台湾其实在2020年开始 Podcast有渐渐的蓬勃之后呢 可能各位还是不知道什么是Podcast喔 那其实Podcast这个字呢 它是一个组合字 它是来自于那苹果电脑的这个iPod 跟Broadcast 就是广播这两个字的组合 那Podcast的其实在中文的翻译人就称为播客 广播的播 然后客是这个客厅的播客 那通常它指的就是一个音讯的数位档案 可以透过像数位装置下载来听 我们可以比方说从手机电脑download下来 然后离线收听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在线上做串流的收听 那它的节目内容呢 或者是这个性质呢 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广播性的节目 它是以音讯的方式在做播送 那如果说要去了解到Podcast整个起源 我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大概2004年下半一直到2005年 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慢慢有人开始在用这种音讯的方式 在网路上做一些内容 而直到2014年呢 Podcast才在美国重新受到重视 而同时到那个时候呢 整个商业广告呢 才大幅的成长起来 而我自己其实在2019年 大概年中左右开始知道有Podcast这个东西 然后我也在那个时候开始收听一些Podcast的节目 但是在当时台湾的Podcast的中文节目 非常非常的少 但是到2020年呢 这个Podcast在台湾有这个爆发型的成长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网红或者是艺人 甚至是一些平面的媒体都转往Podcast的发展 举个例比方说像是 金周刊 镜周刊 或者是像是天下杂志 其实都有自己的Podcast的节目 所以我个人认为 其实2020年就是台湾Podcast的一个 不能讲元年 但是它确实是一个起飞的成长年 那我自己的频道其实是在2019年6月左右呢 我就上传了一集测试 那一集是在讲清断史这样子的内容 不过后来我就将它下架了 我知道了今年2月 2020年的2月18号开始正式开播第一集 那我发现说我自己频道的这个成长大约是在今年的5月左右 开始渐渐那个收听率呢有升高了 所以非常感谢所有支持我频道的朋友们 那这边跟大家打个岔好了 少聊一下 其实在这个四天的端午廉价里面 我个人有稍微思考过这样一个状况 就是我原本是非常focus在极简这个议题上面 那我认为说其实我更想要传达的是一个美好生活 或者是一个慢生活的概念 那我希望之后的节目呢 可以往这个方向 有点像是生活随选的这种节目内容 可能跟大家分享有关慢生活的一些文章 或者是跟大家分享有关一些 国外的一些趋势 会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的一种保养 比方说喝咖啡 比方说如何使用一些方聊的方式来帮助自己抒压 我想之后在节目上可能都会跟大家来做这样的分享 甚至是邀访一些我自己的认识的一些朋友 一些各方面的专家来节目上跟大家做分享 想要往这个方向来做调整 而不再只是完完全全的以极简 这样子的一个主题聚焦在这边 而是拉大一点点往美好的生活这一块 我相信收听我节目频道的这个朋友们 其实大家或多少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形态 都有一些向往 那我未来会在这个方向来做一个延伸 做一个拓展这样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的频道 那其实在去年我自己主持的广播节目里头 我就有邀请过这个玛丽欧陪你喝一杯的主持人 玛丽欧来到节目现场 跟我们那个时候讨论一下 聊了一下关于Podcast跟传统广播 有什么样子不一样的这个优势 那我个人认为说其实Podcast 它更符合现代人的这个媒体的使用形态 因为每个人其实现在作息都蛮不固定的 有些人可能是白天工作 有些人是晚上工作 那有些人可能是自由工作者 所以他可能工作时段是非常的片段的 不是连接在一起的 可能这两个小时有工作 那接下来整天就没工作 明天可能就八个小时工作 不一定 他可能是接案子的 所以每个人在使用这一些 多媒体来接收讯息 他实际是不固定 不可能说假设我每天固定 都在十二点上传影片 或上传音频 你不可能每一天都在这个时候准时收听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你是在上传后的隔两天 或是隔几天你才回过头来想到说 可能这礼拜有这样子的一个节目 我再回来收听 那我个人认为 其实在收听的这个方式方面呢 其实Podcast就比传统的广播来得有优势 而就收听方式的优势方面呢 我觉得有四点可以做讨论 第一个其实就是他可以随时收听 然后我比较不受时间的限制 因为节目是被on在这个所谓的线上的 那你觉得你有空 你现在想听你就听 不想听呢 你可以等你有空 或是想听的时候你再听 很自由的 但过往的广播节目是 他有一个时间 在这个时间点你没有听到 不好意思就不会重播了 所以他比起广播 他有更高的这种弹性 可以让你自己随时随地 你想听就听 第二个是他可以重复收听 因为广播就是一次性的 那现在当然有些广播 他可能会把它上传到这个YouTube上面去 可能就可以让你再反复收听了 但过去没有这样子的机制 那Podcast他就是可以让你同一集 随时重复收听 或者是说可以在某一个片段里头 你可以自己选定哪个片段 你想重复听哪个片段都可以 第三个是他可以随选弹性 什么叫随选弹性 就是说以前在广播节目里头 他可能一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拍下来 有些节目可能是你不感兴趣的 那你可能在这个时段 你就不会去听他 但是这个时段呢 就变成是空下来了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比方说你在通勤时间下午的四点到五点 这个时候的广播电台的节目 可能不是你喜欢听的 可是这个时候你没东西可选择了 你懂我意思 但是呢现在的状况是 因为他是Podcast 他节目已经按在这个线上了 所以你在四点到五点下班的时间的时候 其实我不受所谓的节目安排限制 我帮我自己安排节目 在这个时间点 我就是收听比方说Den的肢键实习生 或者是收听某某的某一集节目 所以这个时间呢 是很随选的 很弹性的 你可以为自己安排 那个时间点你想播什么节目 不再受到所谓的广播节目帮你排成 OK 那第四个呢 就是他可以离线收听 就是说你可以把节目下载到你的手机 或下载到你的电脑里头收听 像我有朋友他在搭 他在美国搭地铁的时候 可能这个收讯不好 所以他如果是线上串流收听的 可能会断断续续的 不是那么的好听 不那么舒服 那他就会把它download到他自己的手机里面 那直接播放 那这个方式呢 跟过去的广播节目不一样 因为过去广播像是FM或是AM 他就是必须要调频 他就是必须要用一个天线去接收这个讯号 但是现在呢就不需要 甚至连网路都不需要 他只要把它download下来之后呢 就可以在手机里头 像是播放MP3的感觉 你可以直接把节目播出来收听 所以那感觉是比较能够听到一个 品质音质比较好的 不会断断续续的一个节目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现在的这个Podcast的节目呢 也叫过去传统的这种广播节目 它的内容比较有优势 怎么说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过去传统的广播 它毕竟还是受到所谓NCC的管制 它的规范 所以有些内容尺度可能没有办法 太大太宽 然而Podcast其实它就是一个 目前不受到管制的一个媒体 所以其实很多的创作者 它的容许度比较大 它可以更自由自在的去 用它自己想要表达的方式 我听出有人甚至可能会用一种 很直接的方式 可能在节目上讲出三字经 可是它的三字经可能是一个口头禅 它不代表说它是真的想骂人 或是很恶意 但是它就是会很像现在年轻人这种口吻 在网络上面用它自己个人的style 自己的风格去聊天 但也很受到欢迎嘛 那可是在过去 如果你在传统的这种电台里头 就不可能了 因为这样的东西是绝对会被检举的 就你好像在节目上骂了脏话或什么的 所以其实这个节目的形态 节目的内容 甚至是主持人的表达方式 它就可以更自己 有个人的风格 然后也可以去吸引到 用它的个人风格去吸引到一些粉丝 所以整个感觉起来 比较那么的被包装 被过度包装 它比较真实的感觉 这也是又是我觉得现在的自媒体 网络媒体 被喜欢的一个很真正的原因 就是听众我不想要再听到那些 被包装 被过度美化的东西 我就是要听到真实的东西 我们不管在任何生活的面向 我们就希望自己所接触到 所touch到的东西是完全正确的 不是这种好像被捏造出来的感觉 最后我们有种觉得 看到它的真相的时候 会有一种觉得 很受伤被欺骗的概念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 节目时间弹性很大 像比方说我的节目 通常都是落在10到15分钟左右 甚至有时候8分钟而已 那其实有些节目 像玛利欧培尼和伊贝 它就是一个小时以上的访谈节目 像是左边茶水间 它大概就是落在20到30分钟左右的 这种教大家如何自我品牌的 这种规划的这样子的一个节目内容 所以我个人觉得说 其实它的这个弹性就是很大 可以完全照创作者 他自己当时想创作的这个念头 他自己的这个发想去规划 像我个人为什么会把时间锁定在这个时间 因为我猜想在通勤的时候 用个8分钟15分钟去聆听一集节目 刚刚好可能就是你搭捷运 你搭公车的时间 那你时间比较短的话 大家的专注力也比较高 可以在短时间内呢 吸收一些小讯息小知识也是不错的 因为其实现在每个人的时间呢 都蛮碎片化的 能够吸收知识 能够吸收一些讯息的时间不多 然后你可能还要分配给YouTube 你可能还要分配给Netflix 你可能还要分配给很多不一样的媒体 那分配给这个所谓的Podcast可能也不多 所以你就会用零碎的时间呢 去截取 那我个人觉得8分钟15分钟 每天听一集其实很OK 所以总结来说呢 其实Podcast的相较于过去的传统广播来说啦 就是它的优势就在于 它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弹性的节目 那我个人觉得Podcast的另外一个优势 比起所谓的YouTube 这种所谓的视觉上面的吸收 有另外一个好处是说 我们平常使用眼睛的几率呢 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我们几乎每天都要用眼睛去看很多东西 所以当你把眼睛闭起来 你用耳朵聆听 只纯粹用耳朵聆听 你会发现你有多了一种 一种相对的专注力 你会觉得说你耳朵好像变得更亲近 那个吸收讯息的这个专注力 好像是比较高的 我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 我个人觉得当我把眼睛闭起来 去聆听音乐 去聆听广播 或者是Podcast的时候 其实那个专注力相对来说是高的 你把眼睛打开 同时又睁开耳朵 在收听收看的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 这个专注力好像其实 稍稍的有点分散的 OK 所以我个人觉得他其实 他的优势就在于 他是用听的 不是用看的 OK 那更另外一个优势是说 很多时候我们是没办法看 比方说举例 我什么时候会听Podcast 我是在做家事的时候 或者是我在健身房健身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其实你没有办法专注在视觉上 你在做家事 你很难一边做家事 一边折衣服 然后一边看YouTube很难 因为很难在一边举雅铃 然后一边看YouTube很难 但是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呢 把比方说 喇叭打开 听一集Podcast 或者是说你可以把耳机戴上 然后听一集Podcast 在做运动的时候 所以其实我都会透过 像是做家事啦 甚至是有些人会用通勤时间 搭捷运搭公车 或者是有些人可能在散步健身 甚至是呢 过去我们在 我过去是在那个实验室 做实验的嘛 我之前念国防医学医院的时候 在实验室有的时候 我们会经常把这个收音机打开 在我那个年代 是把收音机打开 听一些广播 那么背景有一个音乐 或者是有一个主持人 在那边讲话的声音 会觉得说 感觉有种被陪伴的感觉 那么其实我觉得Podcast也是如此 你也可以把Podcast打开 然后呢就在你做实验的时候收听 所以Podcast呢 就是可以在你无法透过视觉 或者是你根本就不想要透过视觉 吸收资讯的时候呢来收听 当然听Podcast的这个理由很多 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就单纯杀时间 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兴趣 因为某些乐趣 那甚至更多人可能是觉得说 生活的时间很碎片 那你要把握一些碎片时间的学习 来做自我提升 增广见闻等等的 所以就很多人都会在这个 利用Podcast来收听某些特定 比方说像古矮 他就在聊股市 或者是左边茶水间 他就在聊如何去提升 自我品牌的这个建立 所以其实大多数蛮多的人 都会用Podcast这个方式 来为自己增加一些知识 那么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听过 Podcast的朋友呢 其实你可以在什么地方找到 第一个是你必须要找到一个 Podcast的app 那以我的节目为例的话呢 目前我就有在SoundCloud 还有Apple Podcast 还有Google Podcast上面上架 所以你可以在这些一个地方 听到我的Podcast 当然我有把我的音档 转到这个YouTube上面 所以有些人可能是在YouTube上面认识我的 那当然还有一些像 比方说Spotify 这些很大的音乐串流的这个平台上面呢 也都可以听得到一些Podcast的服务 那台湾呢就有SoundOn 这个样子的一个平台 也在做Podcast的服务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不同的地方呢 去收听到Podcast的节目内容 最后如果你有听到这边的话呢 就是很感谢你啦 因为这期节目真的有比较长一点点 那我个人 其实很想跟各位分享 就是我做Podcast的一个初衷呢 其实就是要完成一个 我想要当广播节目主持人的一个梦想 虽然说我曾经主持过一个短暂的 大概十个月左右的广播节目 那可是当时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做到 我真的很想要做的事情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就是国中高中那个年代 我其实常常在听一个 很有名的广播节目主持人 光语的节目 就是菲利电台的光语夜光家族 我记得那个时候呢 我是在深夜熬夜要念书的时候呢 听他的这个节目 然后编念书的 我个人觉得说 他在念念时间 他的声音很沉稳 所以他有陪伴到我 有支撑到我 鼓励到我的感觉 给我很温暖的感觉 好像声音在旁边有人在陪伴 所以我就很希望说 可以利用声音跟听众朋友们互动 然后让他们也觉得说 我在做家事 我可能在洗衣服 我可能在洗碗 我可能在做任何事情 旁边有一个人在陪你说话 陪你聊天 就是让你觉得说 有种不孤单的感觉 我很希望自己可以用声音去 让别人带来一些温暖 疗愈别人的概念 所以希望 就是所有收听我频道的朋友们 所有收听我节目的朋友们 真的会喜欢 好不好 那很感谢你的收听 今天我就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节目即将会从 完全的只focus 在极简主义上面呢 慢慢的他会 拓集到更多生活层面 那带领大家 比如像今天我就做的podcast 这样子的一个介绍 可以带给大家一些 不一样的资讯的这个 新知 带给大家一些 美好生活的一些讯息 那也很感谢所有 支持订阅我的朋友 如果你是今天 第一次收听我的节目 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Dan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啰 拜拜